就是大家都说他好 但是我没有想到他这么好 注意看 易阳千玺被吴京当众夸赞 是天生做演员的料子 吴京面对那么多人 丝毫不避讳对易阳千玺的喜爱 他表情真挚言语诚恳 是发自肺腑的认为 易阳千玺非常不错 就连一旁的主持人也惊叹 能被吴京这么夸 易阳千玺确实是有两把刷子 看过长津湖的都认可 刚成名时 易阳千玺被人校长的丑 还被质疑走后门出道 小时候的一场签售会 那个时候组合刚出道 其他两位成员前都挤满了粉丝 而易阳千玺面前却空空如也 他有些失落 有些茫然 转过头看到同伴王俊凯 给来来往往的粉丝签名 眼神中透露着羡慕 他默默地低下头 不停转动着笔 缓解着心中的紧张 如此易阳千玺也努力地挤出笑容 做好偶像营业 这段经历也成就了易阳千玺 就算后来大红大紫 也能静下心来做好自己的事情 成为实力派的小鲜肉 刁钻问题不回避 巧妙回答前辈夸 颁奖会上 易阳千玺手捧鲜花 何宾故意问他 要把花送给在场哪位女星 易阳千玺环顾四周 巧妙回答 何宾老师我资历还比较浅 所以对老师们的了解不如您多 要么还是您来一策吧 这话一说 何宾忍不住笑了 只能自己来 可他还想试试 又问易阳千玺 易阳千玺则一句又一句地夸何宾 何宾老师您说得太好了 所以您负责说我负责鲜花就好了 易阳千玺又补了剧 然后我未来如果能跟谁合作 都是我的荣幸 何宾也服气了 连连点头 夸易阳千玺说得真是滴水不漏 不抢风头 默默做好自己 易阳千玺不仅有演技有实力 情商也很高 很懂礼貌 电影发布会上 导演拿着毛笔随意书写好几二字 之后就将笔交给了易阳千玺 千玺拿起毛笔 也同样歪歪扭扭地写了两个字常在 举起来一看 水平差不多 易阳千玺不说一句话 用行为展现自己的情商 默默做好自己 能够成为首位百亿零零后 易阳千玺能这么厉害 就是凭他的实力 情商以及低调个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